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讲一部奥特曼打小怪兽的故事。 故事开始,日本因探索火星发射火箭,火箭上携带了五颗原子弹。 然而,火箭在发射过程中出现事故爆炸了,只找到了四颗原子弹的位置,还有一颗失踪了。 另一边,一个海军在海上航行,发现了一个怪兽出现了。 那个原子弹正是在怪兽身上,怪兽狠狠地打沉了军舰。 怪兽逐渐上日本本土袭来,名叫拉贡。 拉贡直接向海边的宫馆袭来,围攻了秋子和星野。 更可怕的是,拉贡身上还带着原子弹,追着秋子不放。 秋子他们可吓蒙了,只能一路逃跑。 警备队派出飞机,被拉贡攻击了,队员紧急跳伞了。 这时他们突然想到,拉贡最喜欢听音乐,就让军舰放弃了音乐。 拉贡开始手无足蹈起来。 这时,岛天来接应秋子,看到星野有威胁,果断变身,化身为奥特曼。 奥特曼趁机拿下了原子弹,却被拉贡扑倒在地。 刚打了两下,奥特曼身体能量就不足了。 在打斗过程中,拉贡一脚踢到了原子弹,原子弹也开始启动。 拉贡喷出激光,教训了奥特曼。 奥特曼发出动感光波,把拉贡打入寒里。 随后,奥特曼拿起原子弹飞向宇宙。 随着一声爆炸,岛田又回来了。 一天夜里,一个男子醉酒驾车,一头撞在了墙上。 此时出现了一只怪物,扔出白色液体。 迷晕了男子,把他活活给吃掉了。 随后,这个怪物又变成液体形态,袭击了一个地质血迦。 科学研究小队出动调查此事,经过研究, 这个植物怪是受到了放射性的辐射变异而成的。 原来,曾经有几个植物学家一起去海边的研究植物, 随后遭到了食人花植物的攻击。 他们开枪打了食人花。 回来之后,一起研究的队员都死了, 只剩下一个女植物学家。 警备队开始守卫女植物学家, 却遭到了食人花的袭击。 一名队员差点被吃掉。 还好,其他队员感到用小手枪攻击了食人花怪物, 打败了他。 没过多久,食人花变得巨大,袭击了城市。 警备队拿枪就开始攻击食人花, 根本不是对手。 导天躲到暗处, 又偷偷地变身了, 变成了奥特曼来打小怪兽。 然而,奥特曼也抵挡不住白色的泥液, 倒在地上。 随后奥特曼发出动感光波, 食人花全身起火, 烧成了灰烬。 奥特曼也飞走了。 故事到此结束。 测试题来了, 测试你选中的人物能打得过奥特曼吗? 按下暂停键, 破手机机图, 选中图片,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。 空间有更多精彩视频,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, 记得关注哦。